好 那就第一組 然後分心衝動愛好者聯盟的提案 然後等一下在提案的時候是一個人三分鐘 那到一分鐘的時候我會舉這兩個牌子 然後時間到會舉這個時間到的牌子 那就大家看到一分鐘的時候要注意一下時間 那第一組是FLY 分心衝動愛好者聯盟 然後下一組是之後的混合戰去東西 大家先準備 然後FLY是用影片提案 那就開始FLY 分心衝動靠動者聯盟 分享探討ADHD者在運動生活 以及更多可能性 大家可以在報名頁找到本期供底 在本期供底找到我的供底 成果人節 以及影片 絕對我講話講太快 可以重複播放或減速 FLY 分門跳坑挖坑 這次來源端挖坑 坑是issue有人在乎的事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在乎 你就是那個人 FLY曾跳過一坑 再講醫療支援地圖 今天 3月19號 剛好突破 20萬人造訪 FLY再增援 瞄分心衝動的故事 我會將他整整Podcast 目前已經超過12 關心ADHD的人 接受訪談 歡迎來點些訪談連結 Bushbug 神經多樣性 是指人腦在社會行為 學習能力注意力心境 和其他心理功能上的對應 並不具有病理性 這是一個挑戰 現代神經障礙具有病理性的普遍觀點 一件事情 ADHD 不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注意力缺失症 特性是 與專注過度活躍 做事衝動 如果現在聽到現在已經恍神了 那懷慮來點表 ADHD 比我們距離非常近 向前外流受影響 亞洲 也是有一個盛情率在 那成年人 可能有1-4%的人 我們需要支援 相對於美國 精神預算 台灣只相對熟 如果你好奇 你有沒有ADHD 歡迎來填寫字品表 如果你連填寫字表都有困難 歡迎直接接受 來訪談 把I運動 在ADHD框架下 有大量的體會 也邀請了複合領域的朋友 目前累積的主題 也是大量的坑 我將繼續往下挖掘 把大家的熱情挖掘出來 那我針對運動有些討論 歡迎來共同討論 我將進入一個知識網 大家一起來分享你的衝動心事 那也歡迎深入地分享你的技趣 也歡迎對各個連結做了解 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 而是一種文明產物 瘋狂被視作一種人為的附加現象上的標籤 本質上瘋狂是人文的 所以沒有對現象加以定義 並且稱其為瘋狂文化 就沒有瘋狂的歷史 讓我們一起來分享自己的瘋狂史吧 好